第一次的节目 好了话不多说吃东西满快的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可以先试试长粉 就是你这个那一张 我把每一个上面放一张体验 它相信什么是什么 长粉呢是说起起源于常常的 你也绕不耐脑 真的说他这样真的很难足 鸡蛋疙瘩的都是 这里面就是这样的鸡蛋 这是滑滑的嫩嫩的 诶 那个 汁倒进去了 当然了of course 好好吃啊 而且跟我在其他地方吃的不太一样 其他地方里面没有鸡蛋 那你其他地方什么都是一卷一卷 对啊这个不是一卷一卷 是一种汁 一整块 好吃不错 嫩嫩的滑滑的 可以有鸡蛋的鸡蛋 你喜欢吃鸡蛋 可以啊 下一个吧 下一个是看我们手段是什么 生滚即壁粥 鸡蛋疙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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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 好吃 很细腻 你喜欢喝咸粥还是咸呢 咸粥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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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细腻哦 这个粥非常非常 而且猪肝非常的香 它的那些食材的味道已经全部熬到粥里面去了 下一个吧 下一个 是什么样 鸡虾腐皮卷 腐皮卷 腐皮卷 广东盛肯美点 嗯好吃 这好吃了 脆脆 好一点 这样已经没有很脆了 这也不错 嗯 这好吃 那你来一包分享一下明天吃了什么东西 吃酥了 明天吃了什么东西 明天吃了 我吃了脆皮五花肉 我没有想到它 广州的零食小食居然有卖那种脆皮五花肉 很好吃 但我那天在后台吃了有点 有点 有点多 嗯 就被腻倒了 因为就当零食吃 你就不停的吃 不停的吃 然后吃了后面就会 嗯 感觉晕车了一样 这个吧 排骨 蒜香排骨 这是老熟客的感觉 吃香排骨在我的历史里 这好吃 其实我最喜欢吃它里面那个 高 那个叫什么 芋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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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蒜香排骨里面垫在下面的芋头 芋头喝 挺好吃 下一个 太多了 这是凤枣 凤枣 这这只能介绍的 这不连的介绍一下 这很好吃 这很好吃 emotion 这是老朋友 夜菜的凤爪子上 还是永远不会排的 好吃 下一个 来我们尝一下这个 虾讲斗 来 虾讲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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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mp 因为感觉广东的烧麦跟我小时候吃的烧麦不太一样 我小时候吃的烧麦里面是糯米 但是广东的这个烧麦里面居然是 肉 它这是广市茶餅的四大天嘛 是虾饺 虾仁烧麦 然后蒸凤爪和蒸排骨 就感觉他们的烧麦好 实 它都是实好 好贵哦 里面居然是肉 全是肉 辣椒的东西 哦 亭仔粥 对 刚才广播夜里没学会 上面飘了就行 油条 为什么每个地方都要有油条 里面是葱和油条 油条 它的油条很好吃 亭仔粥有一个美丽的故事 大家来听一下 从此来这个粥就被取名为 亭仔粥 所以这个里面是有 有那个 亭仔粥 亭仔粥的粤语怎么说 是时候给你放一下 刚刚睡了那么半天 嘿嘿嘿嘿嘿嘿嘿 亭仔粥 再放一边 亭仔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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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没有了 亭仔粥 亭仔粥 最重要的 今天的招牌双皮奶 你 但是结尾 好 哦 但是他这样 好 好 好甜哦 奶味 很重啊 你喜欢吃奶 就什么东西啊 小时候喜欢 但现在不太喜欢 现在有点 有点 腻 那今天的早餐 就是吃点快 好丰盛 好丰盛啊 真的好丰盛啊 上一次这么丰盛 还是在上一次 哈哈哈哈 这真是轻轻一些 胜轻一些 深圳也没什么吃 每天都在吃 而且深圳的每一餐 最后都没有餐 我吧 脆皮糊花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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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今天晚上玩的怎么样 你说那天放风筝啊 什么什么什么 很嚣张啊 那天晚上 挺好的 嗯 然后放风筝 然后也没有风 然后让我在草坪里面 跑来跑去 但是还放点啊 这种 嗯 新冻这些资产 感觉有什么 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有 很大的变化 说不上来 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 感觉 其实就像我们 昨天演完之后 在星空宴上 跟 各位演员老师 还有导演我们在聊天 其实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就像 时间的缝隙也大了 对于我来说 你可以在时间的缝隙里面去 做更多的事情 就是可以让自己 没有那么的急 然后整个的状态也慢下来了 整个人也更加的 松弛 嗯 你是说在舞台上 还是说你在我的生活中 舞台上啊 嗯 觉得你们好像前两场 大家整体的节奏 是不坏一些的 那么后面就 难道 才练的时候 就是抱过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在我们正式演的时候 我觉得就 就已经开始 往好的那个方向去发展 非常非常的开心 今天我们来到了非常 这次我们来到了非常非常 繁华的深圳 深圳 嗯 嗯 我很喜欢深圳 嗯 就它很舒适 虽然它那么的放话 但是它 就像那个我们在深圳湾的时候 我感觉到 这个城市还是很 很安静的 它既放话又安静 它并不浮躁 嗯 好吧 就这样吧 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下一期节目 下一个城市再见 拜拜